财经方面的消息 希腊因为退收金制度压垮了财政 进而引发债务危机 而类似的情况会不会也出现在台湾呢 针对充满争议的年金制度问题 财政部长张盛和开炮了 他以自己的妻子为例 说妻子从任教的学校退休之后 月退领6万8千元 这比其他当老师的时候薪水还要高 甚至还说年金制度如果再不改 国家不倒才怪 说起公务员最让人羡慕的 就是退休金很优渥 没想到这项又因被财政部长张盛和批评 拖垮台湾的经济 他到高雄演讲谈到年金制度 突然说到自己的妻子 国中任教时月领6万4 退休后居然月领6万8 从我太太身上看出了国家财政的问题 搬出自己的太太当例子 就需要政府想想办法改改年金制度 我们的人口老化的问题会非常严重 再过三年我们就会步入这样的一个超高零国家的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再加上少时你化的话 所以一加一减 未来整 再加上人口结构的这个因素 一定会造成 一定会造成整个国家 你财政上面的这样的一个死痕 年金制度争议到底有多大 因为光是国家潜藏负债迫失七兆 年金就是其中最大的一笔 根据统计以平均寿命80岁来算 军公教月退奉 教职最多7万上下 平均公务员可以领到25年以上 反观劳工才1万3左右 顶多领到15年 这差异谁受得了 希腊曾经因为退休金制度拖垮财政 台湾状况也好不到哪去 军公教退付基金 2014年首度出现新台币33亿元赤字 如果再不想想办法 怕的是台湾会不会变成下一个希腊 欢迎新闻胡人喜好剑州 台北藏目的